谢谢你们来到 宏敬泉基金会闽龙讲堂 参加我们这次 百年孤及十奖的第一场 非常非常谢谢 詹伟雄先生 是我们这整个系列的 这个总策划人 然后也非常非常谢谢詹先生 答应作为我们第一场的先锋 那时候詹哥就说 哇 老詹在 我们就有信心了 就像吃下了一颗定心丸一样 那我也要特别谢谢詹先生 他的周三读书会 带领我们开始 每周可以读一本书 那当然这次更不一样的是 百年孤及 我们是利用十个周 十个星期天的下午 我们来共读一本书 那其实在开始 我们在做这个系列的时候 我们还有点担心 就是这个1967年 这个上市的这本书 距离现在这么远了 那会不会再推动这个 我们希望做的这个经典的阅读 有点难度呢 可是没有想到 我们在2月22号 我们第一次上线 我们的雅慧 我们的教育主任雅慧上线 我们俩就安心地睡觉 隔天一起来 吓到了600个人报名 然后每个场次大概就是有 300到4个人来登记 然后又再隔了一个晚上 天哪 900个人 每个场次是450个人到550个人 我们俩就说怎么办 我们好像还没有正式的上线宣传 哇就这么多 我相信这就是比我们更有智慧 更有信心 或是更渴望 阅读经典小说的朋友 一起支持我们 那这个第一场呢 我觉得有一个特别的意义 因为大家如果知道的话 其实3月6号是马奎斯的生日 然后呢 3月份也是詹先生的生日 所以我们一起用这个 今天的阅读来祝两位生日快乐 我想这是真的真的很 很棒的一个时间 那基金会做这个系列活动 我们真的很开心 那如果刚刚用我刚刚跟大家 报告的数字 那就表示 我们有将近5000个人 一起共读大会 或甚至是我们其中有一位 讲师这个焦原谱 他觉得根本就是一个比武大会 那没关系 我们就今天参加的所有人 或者线上参加的所有人 我们就一起来这个隔岸观火吧 好 那我们现在就掌声 欢迎我们今天的策展人 姜伟雄先生为我们致辞 并这个邀请我们詹先生上来 好 坚老师 这个洪志大哥 还有各位在场的观众 还有远方的听众大家午安 很荣幸能够担任这一次 百年孤己使讲的筹划人 百年孤己是一本太好看的小说了 我在二十年前 在台大新闻研究所上课的时候 被评录老师深深震撼 他上文选课的时候 他自己列了十本小说 然后带大家读 然后后来有十个礼拜 是要我们每一个学生 自己选一本书上场 跟大家一起读 结果我选了好几本 都被评录老师reject 他说这个小说太容易了 所以后来勉强选到一本是过关 那本小说就是 《死黑英雄的长日将近》 可是那一次上完课之后 就开启了我读小说的兴趣 所以在二十年间 我其实花很多时间 重读我当年大学时代的小说 那当然马奎斯的 我们其实应该讲 贾西亚马奎斯 因为在西班牙语里面是父姓 每一个人 他背后的那个姓 其实是包含他父亲的姓 还有他母亲的那边的 南方家长的姓 所以严格说 我们应该要称之为贾西亚马奎斯 贾西亚马奎斯的百年估计是一本 我读起来 重读起来 仍然非常 到目前为止 仍然非常欣慰盎然的一本小说 即便第一次读它 大概是四十年前的事 我们刚刚在会前 有跟贾先生大概稍微讨论过 我们各自最初阅读 他的那个起点 那这个小说它很丰富 你如果喜欢知识的人 你可以在里面读到哥伦比亚 甚至是拉丁美洲的历史 你喜欢文学类型的人 里面你可以读到一种圣经 启示录的回圈式的类型 那你如果只是一般在乎结果的小说读者 你也会看到非常出色的人物 他的出生跟他最终的死亡 所以这么丰富的小说 我们里当听很多各式各样 非常有阅读经验的说书人 来跟我们自己内在的阅读经验来对话 所以有了这个缘起 那我们在筹划这个讲师阵容的时候 就跟立川英树在筹创这次WBC日本代表队的阵容一样 就是在征召的过程中花了非常多的心思 然后也想了各种调配的方法 就基本上我其实不太想找专业的文学的讲者 并不是说他们不好 而是说我们希望找跟在座的观众跟听众 更接近的一般人 甚至我还想找说非文学领域里面的 其他领域的讲者 所以我们构成了这个讲师阵容 就有点像这一次日本的代表队 是专门为这次百年估计而筹足的一种黄金阵容 那张先生其实就是我们的大鼓详品 大家知道大鼓就是二刀流 他是他当投手的时候 投球可以投到100英里 就是162公里的这种快速的球 他可以投出美国ARAD他讲的非常nasty的滑球 最后三阵Mike Trout的87米的滑球 然后他又有非常强悍的打击能力 通常在棒球里面 在职业棒球里面 投跟打是对次的 就是你能 你必须要钻眼投出最好的投球的话 那你就必须牺牲掉你的打击 那你要专门在打击上的话 你就必须牺牲掉那个投球 所以二刀流的意思是 你有两种非常对次性的能力在你的身上 那张先生就是在我看来 台湾文化界的唯一的二刀流 而且他非常非常厉害 他的 这个二刀流是什么呢 第一个他是在我认为台湾最深邃的读书人 然后跟他相反的那个能力 他又是一个非常 非常画不可能为可能的企划人 通常这两种能力是对次的 你要做好企划 你就不太可能去读那么多的书 你要读好书 你不太可能做陪你这样 但张先生过去曾经是我的学长 然后他又是当过我的老板 我近身观察他那么多 我觉得不管他的读书 他的企划都是台湾第一的 他就是我们的大股香品 所以百年估计 你当由张先生来讲第一讲 所以我们现在就热烈的掌声 欢迎洪志大哥 台湾最厉害的读书人 台湾最厉害的企划人 那现在可能要加上 比大国比较平 更厉害的台湾的 做菜人 谢谢 谢谢伟雄 谢谢大家 简老师 特别打个招呼 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计划 十个不同世代 不同背景的读者 来读同一本书 不过打赢这样的活动 也有点点 intimidating 有点吓人 因为你如果想象这本书 在世界上是有多少厉害的人 读过 它是一个 卖超过五千万本的书 曾经对某一个世代 这世代如果等一下有空也许可去 再去说说那个世代 它有一个很大的冲击 所以有非常非常多厉害的读书人 都读过这个书的 所以当然这个 你要提出任何一个看法 你都得非常小心 但是我也觉得 这一个准备的过程 重新给我很多的魔幻史课 真的是非常非常值得的一件事 我又有一个感触 我要解释一下我的方法 我的方法有点点像小说中的 这个第一代的主角 这个何希 阿卡迪阿 波恩迪阿 这个后来发疯了 被绑在树上的这个老先生 他因为他是马康多那个城的创建者 所以那个城是一个 哪里也去不了 跟任何地方都不相通的一个 孤绝的一个小地方 所以很多世界上理所当然是 他都没见过的 所以他没见过磁铁 他没见过冰块 凭着他某种对知识的热情 比如他想要学会炼金术这件事 凭着外来者 那个吉普赛人 这个梅甲德斯给他的六分移 给他的望远镜 他在屋子里的苦思很久 最后出来跟家人说 地球是圆的 就像橘子一样 各位这个是我童年的写照 我小时候在一个乡下 哪里也什么东西都没有 我必须用非常有限的 邂逅的读物 任何的材料 去想象世界 我能够碰到的书可能有什么 可能有我姐姐的南国电影 可能有偶尔在店里头 或者在其他的某些场合会碰上的今日世界 一个美国新闻处从前的文宣杂志 可能会碰到几本读者文哉 还有我的同学家里有可能有的书 我就一个一个想尽办法去从他家里把书借来 或者是读完 然后当然还有比较稳定的 我家里有一份我父亲订的联合报 我到学校去 学校里有国语日报 还有一份中央日报 我必须凭着这些有限的东西 理解这个世上 我连台中都没去过 但是我要知道这世界上有香港这回事 有美国这回事 还有何里活 因为我看的是南国电影 所以哈利文是何里活 我要用这样子的途径知道 美国人已经有太空船 上太空 我要用它知道美国有MBA 我要用它来理解这世界有爵士乐 然后我当然就会走出来跟同学说 你看地球是圆的 就跟这个橘子一样 我现在当然比那个时代 我在一个封闭的村庄 缺乏读物 缺少讯息的社会 是不一样的 我现在生活在一个资讯太多的社会 但即使是这样 我也要说 我其实不具备读懂任何一本书的能力 这个意思是说 每一本书的作者 他都有一个独特的人生的情境 他写那本书里头隐藏着 他的某些对世界的理解跟世界观 那些东西其实我们是无从完全得知的 所以你要完全读懂一本书 从某个概念底下是永远不可能的 但这个并不会让我们放弃我们的努力 对不对 我就说我还是要想尽办法 尽管我在我小时候 我拥有的知识的配备是很有限的 但每一本书到我面前 我都想把全身的力气拿出来 看看能不能理解它 能不能从那书里头找出最多的东西来 我用的是我接触过的一切的事物 这个方法其实一直跟着我的 到今天其实还是的 就每当我有机会读一本书的时候 我怎么去理解那个作者 这个作者只要是另外一个人 我其实就没有办法完全理解 何况这个作者有可能他的生活的历程跟背景 是跟我很不相似的 所以那里面的理解其实有一种 是有一种困难 那我因为慢慢有了年纪 所以我有很多很多的经历 我想尽办法把我身上这个经历过的事 体会过的事 想过的事 拿来跟书中反复对照 反复推敲 说你是这个意思吗 你是这个意思吗 那有时候我就觉得 我有一种方式可以理解它 可是每当我理解它的时候 我就发现它倒过来 它也会帮助我理解 我所经历的所有的事 我说的是因此有了新的意思 要特别说这个话 是要稍微 要对我今天用的方法 做一个Apology 做一个辩解或者道歉 因为我是必须用这个方法 我必须用这个方法来理解马会斯 可是也通过这个方法 我可以先试一下这个 会不会好一些 刚刚有点回音 我也倒过来希望通过它来理解我过去所经历的所有的事 所以我在当时听到这个计划的时候 我一开始就有一个想法说 我想用鬼故事来做这个 今天的这个说书的主轴 一开始我还有一点担心说会不会这个角度有点太 离经叛道了一点或者有点太边缘了一点 但等我回去再看了大概上百万字的书之后 就愈发觉得这个鬼的approach是一个好的 讲鬼故事是一个好办法 是一个好的理解 他的方法也通过那样回头去理解 我小时候所听过的所有的鬼故事 那我要先说 我跟这个马会斯这个邂构的经验 就这本书怎么样来到我的世界或者我的眼前 我有点困难 因为我现在是一个会忘掉很多事的人 我一直想去找 说我到底是什么时候开始读这个书 那我去找就找到了各式各样的 我有很多的马会斯的书的版本 有的不是我从前的 有的是我最近买的 我现在是一个百年孤寂的富翁 因为我有几十本书 我都是因为我发现我小时候读的版本 现在当然都已经绝版了 因为现在标准的译本 是今天我们要用的译本 是叶淑莹的译本 这是新的台湾正式授权 然后从西班牙文译来的 可是我最熟的其实是宋碧云的译本 因为我年轻的时候读它 后来我发现这个书已经绝版了 而且因为它没有授权所以也不可能再版了 所以我有因缘忌讳 因为我去年把我自己的书 寄给我的一个在国外的学生 我就想说那我其中一本 宋碧云的译本就没有了 有点可惜 我就上拍卖网站去找 就发现拍卖网站还有很多 而且那个价格从大概120块到1500块都有 所以我就大概就把250块以下的通通买了 所以我现在有几十本 各位如果没有书的话也可以找我 但是我回去找 我想知道我当时看的那个时间到底是什么 我找到最早的我自己手上拥有的版本 我那时候年轻的时候 我有一段时间我买书会注记 就注记几年几月几日 我得到那本书 不一定是买 有时候是人家送我 或者是我有时候用什么方式取得 我现在看得到最早的一个注记 是1982年的12月 但这个日期出现的时候 其实我有点困惑的 因为我得不能明白 因为1982年12月我并不在台湾 我那一年在美国工作 所以这个书 其实可能不是我买的 那可能是我太太买的寄给我的 因为那时候我人在国外 但我太太在台湾 所以她每个月都给我寄一项东西 可能有一些家乡的东西 她大部分是书有一些唱片 所以我也是这样的方式理解1982年 台湾的音乐界发生什么事 比如说罗大悠的自乎者也 蔡琴的恰似女的温柔 还有凤飞飞的唱片 我忘了是哪一张 就是有一些这个录音带 都是我太太寄给我的 所以她同时也寄了一些书给我 所以这可能是她寄给我的 所以我收到的时候 那本书的我注记是12月 可是那本书的出版日期写的 也是1982年12月 那这当然这个 我们做出版的当然知道 那个日期有时候不一定是准确的 因为有可能10月初的书 他写12月 这当然是给他一点点保鲜期 所以那个书可能稍早一点 但我在想说这个书 如果是这个时间出版 他极可能跟诺贝尔文学奖的热潮 没有关系 因为马桂斯被宣布 得到诺贝尔文学奖 是1982年的10月22日 所以意思就是说 即使那个12月出版也来不及 那我现在找到了三个 都是宋碧云的译本 但它是不同的版本 各位看到这个是 《世界文学全集》里面的版本 这个是诺贝尔文学全集的版本 都是同一个译本 它完全没有改变了 这个是《世界文学全集》的另外一个译本 这三个译本 它里面都写了 那个版本的出版时间 跟当时的第一次的出版时间 结果看到的日期有三个 是1981年的9月 1982年的3月 跟1982年的12月 三个书的出版 它的记载的出版时间不一样 这个我当然有点困惑 我也疑心这里面一定有 也可能有错的 当时出版工作也没有很严谨 不过不管是哪一个日期 我都应该说 至少这个书在开始翻译的时候 马葵斯并没有得奖 所以它不是冲热闹而来的 杨奈东的译本 1984年出版 极有可能就跟这个热潮是有关系的 因为那个书 你要两个月译出来是很难的 而且还要编还要印 所以如果它是12月 最后一个日期是1982年12月出版 它也来不及在得知 这个马葵斯德诺贝尔奖之后 去翻译 它来不及 但是我83年下半年 我就回到台湾来了 然后我当时就目睹了我这个年纪 我的Generation 读这个马葵斯的热潮 就是说马葵斯的书 当然我们可能有些人已经耳闻了 那是因为它在西方已经很红很红了 但中文世界还没有书 那大规模的阅读 我猜想都是82年年底以后的事 这个热潮持续了一段时间 因为真的很久没有见过这么厉害的书 我刚刚讲的说世代这个事 每一个世代都有一些书 虽然是文学书 但它影响力比文学书再更大一点 意思就是说有一个广义的文青圈 不是狭义的 狭义的是一个比较文坛的范围 广义的文青圈是指的 跟文学的爱好站上一点边的人 他共通被某一本书所打动 在台湾历史上是有这个 有这个历程或者有这个现象的 就我记忆所及了 因为我更早一点我也没有机会目睹了 我可以看见60年代 1960年代没有过50几年 那时候文青读得最多 读得最多 隐得最多 谈得最多的 是安德烈记得的帝梁 60年代 70年代 是赫曼赫赛的各种书 赫曼赫赛70年代 台湾那50年代就开始译他的书 但70年代光是70年代 出了39个译本 各种书 那当然里面可能 我猜想那个 影响力最大的可能是彷徨少年史 或者现在有译作德米安 应该是小说人物的名字 原著是叫做德米安 那80年代我就猜想就是马奎斯 而且应该就是百名估计 90年代我疑心是村上村树 就是那个影响力都是穿透性的 那别的时期 我也不见得有能力能分析 但赫曼赫赛跟马奎斯 我都觉得有社会背景 就是因为他的书的出现 跟翻译都有一点时间落差 然后盛行其实跟那个书最后 就是轰动世界 其实都已经有一个时间差了 所以他一定要在某一个情境底下 打动了台湾这个社会的情境 他才可能会产生那样的力量 那这个是 我猜想说我自己就是读书 读这个马奎斯的百年古节 这本书会寄来给我 我猜想是因为诺贝尔文学奖 但我读的时候当然就惊为天人 非常意外 我只是没有想到我会读到一个这样的书 我说暮眩神迷惊为天人 就是感觉到那个故事 感觉到那个文字 感觉到这里面 就是形式跟内容都有了一个 有一个前所未有的经验 然后我说我80年代回来的时候 我已经马上感觉到那个影响已经出来了 第一个受这个影响就是张大春 因为他从公寓导游的后半段 世袭幽国到最后将军碑 那一路上他是可能是台湾最早 快速的掌握到 魔幻写实 这一个形式的一个人 而且是跟他自己的小说要做的是 有一个完美结合的 也并不是只是用了那个形式 特别是将军碑 将军碑的第一句话就是说 将军已经无事于时间的存在 这个到了我这个年纪就很容易这样 所以无事时间的存在就是 每一个时间对我来说都不确定 到底是哪一年想不起来 所以那个时间 哪个先哪个后已经说不出来 所以那个时间已经不在了 他讲的就是一个那样的老将军 回忆跟现实混在一起 当然受影响的不是只有张大春 当然很多了 就一路如果你看张大春 看后来的洛宇军 或者一直到现在的甘耀明 你统统都还可以看到这一线的影响 那当然我说这些书之所以翻译 可能跟诺贝文讲没有关系 当然诺贝文讲是促成了 他的阅读热潮有关 我必须说实际上文学奖在古时候 今天可能文学奖的颁布可能影响力很小了 在80年代甚至到90年代 每一年的诺贝文学奖的颁布 宣布的时候 其实至少对台湾的阅读活动 还是有很大的冲击的 因为常常那个得奖者是台湾 极可能还没有翻译 或者不知道作者 所以固然这个得奖有点点 我们有点点附庸风雅 但倒过来说我也必须说 这些奖给了我们开了一个窗 他给了我们一个发现的机会 我现在力量没有那么大了 我说现在其实这个阅读的力量 其实我们都不要把它看成一个竞赛 如果看竞赛你都会觉得 为什么是这人得奖 那个人得奖 台湾早期当时因为每一个作者都不认得 所以每个人得奖 你都觉得值得去拿来看看 直到有一天你认得人得奖了 第一件事就是高兴建 高兴建得奖 那我说我有一次被找去参加一个座谈会 台湾的几个作家就一起讨论高兴建的书 我怎么听起来这几个参与的作者 讲话有点酸溜溜的 因为这次得奖的是邻居 你认得的嘛 所以作者当然心情复杂 因为他也没有比较坏 离他也没有很远 然后又有一个用中文写作人得了奖 那就轮到我就要过20年了 对不对 那机会变小了 当然今天我们明白作为一个竞赛 台湾的确没有离那么远 我想像在台湾目前现有的作家当中 有可能会被 以我们现在慢慢了解诺贝尔文学奖的 各种评选规则也许无名义也许是有机会得奖的 或者以翻译的数量跟隔了一个语言的美感 李昂也是很有机会得奖的 我的感觉说如果用竞赛的观点 任何一个奖都是不完美的 但如果作为一个发现者 他如果讲了一个人我们不知道 这还是一个很美好的事 对我来说去年的得奖者 安妮艾诺 我原来那书台湾已经出了 但我也没有读 一直到去年得奖的时候 我想也许应该尽一点衣物 我要找来读 也一样敬畏天人 就是没有想到 有人可以用这么简单的语言 这么简单的词 写出这么深刻的小说来 我跟他说诺贝尔尽管台湾的阅读热潮 可能跟诺贝尔文学奖有关 不过也不是每个得奖者 都有这么大的共鸣 一定是这个书还是很有魅力的书 但如果以当时的出版界去翻译这个书 在诺奖之前开翻译这个书 我觉得也是很合理的 因为当时所谓的拉丁美洲爆炸 或者文学大爆炸 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 也就是说实在我们今天讲 拉丁美洲文学大爆炸 我们一般会至少指这四个人 一个是Kotazza 我也试着带一本他的书来 这是Fuentes的书 Kotazza 这个备战的书 这就是Kotazza的书 这个是阿根廷的Kotazza 然后这个是墨西哥的Fuentes 然后这个Yosa 这个台湾一座Yosa 那包括最后成名 但他的那个受欢迎的程度远超过其他人的 那当然就是马魁斯 马魁斯是最后一个被认识的人 不过这个是当时我觉得这四个人扭转了 拉丁美洲的文学的命运 这个意思是说 就是说在我这四个人之前当然也还有 比如像波赫斯 聂鲁达 史人聂鲁达 这些人当然都是使得全世界必须要正视 拉丁美洲的文学 在这个之前拉丁美洲有点点像是一个 从欧洲人看起来是一个乡下 所以拉丁美洲的文学其实是很苦的 创作者就算创作了很厉害的书 但他不会立刻直接从拉丁美洲被发现 按照当时的这个出版的话语权 大概一本书要在拉丁美洲卖超过八千本 这是一个两亿五千万人口的地方 八千本不算多 可是在拉丁美洲这已经是不容易 各位如果知道这个马魁斯 在出百年古籍之前的前面的四本小说 加起来只卖了两千五百本 你就知道他在那里出版 跟台湾出版是一样辛苦的 而且大部分作者是出版那一天就死亡的 就没有人读了嘛 那你也不会有第二本书再出版了 就很容易是一个这样的情形 那个时候你要一本书要经过超过了八千本 引起了西班牙的重视 因为西班牙文当时的重症还在西班牙 包括马德里 包括巴塞隆纳 所以是要有一个在中南美洲有一个数量 这样如果他是用西语写作 因为当然还有葡萄牙文西语是为主的 西语写作得到了西班牙的重视 然后把它拿去西班牙出版 这样他是第一个阶段被欧洲认可 然后在西班牙出版的书 引起了法国人的注意 意大利的注意 他才有机会被译成 转译成其他欧洲语言 然后最后他要经过一个最大的考验 就是英语世界要不要出它 所以要等到美国出版之后 他才有机会进入到世界的阅读的雷达里头 这是当时的情境 不过这个 经过了这个 所谓的拉丁美洲文学大爆炸之后 这个事就 这个欧洲话语权 跟这个霸权就被打破了 大家只知道中南美洲 这个产生低流的文学 你无需经过西班牙的转介 西班牙文的出版 现在西班牙也没那么重要了 拉丁美洲有西班牙文最大的书展 这个都是因为这几个人的成就 我当时在看的时候 这书当时印象深刻 混乱与美丽 纯真与欲望 幻想与真实结合在一体 那百年估计在出版的时间是 实际上是1967年 比进到台湾早了15年 那这个出版的当时 这个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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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个礼拜我看 那个韦雄在 给百年估计做一个先导的时候 他有提到这篇文章里面说的话 这个是 这个评论家 这个Paul Ely 写在Vanity Fair里面的文章里面说的 他是讲说 这本书 他说一本小说怎么可能 可以同时又性感 因为里面有很多情欲的描写 又娱乐 就是 很 很 entertaining 因为里面有各种匪夷所思的 的 的 的情节嘛 然后又实验性 因为 不管是写作的 的技法 或者他对时间的处理 或者他的语言 都是实验性的 然后 政治上是激进的 这也许最后我也学 可以花一点时间来说他 然后 还超级受欢迎 就这些因素合在一起 特别最后一个是最难的 因素通常是上帝点名 就是 你会畅销 没有人知道为什么 他在66年写完 然后1967年在阿根廷出版 出版的时候 那个编辑可能已经认定 这个叫做南美出版社 Su America 这个出版社已经 这跟编辑大概已经觉得 这个书是一定会 会非常重要 是一个大突破 会非常 会非常 甚至他们相信他会畅销 所以他第一本就印了八千本 这个在 我刚刚讲说八千本 其实是当年的一个门槛 那对 在这个 在拉丁美出版社来说 这当然是一个 一个 一个重大的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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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出版事件 然后立刻他就 西班牙就出了 然后 法文 他的住在地 是在巴塞隆 那 这个 这个故事上次 韦璇也有讲过 他来 跟他 这个 这个 談了一整晚 然后 马奎斯就 很 随性的说 好 那我就把 这个 现在的书跟以后的书都授权给你 授权 150年 我熊说120年 我看一下资料是150 那个 那个 马奎斯就是一个 又 又随性 又夸张的人 他 他以前也讲过一句话说 那个 那个 中文版要我授权 至少要150年以后 因为 他当时对那个中文版 盗版他的书 没有得到授权 他是非常非常不满意的 他也没有等那么久 他也就出了 也授权了 所以 你可以只能知道说 他的语言里面有这些特质 他是轻而易举就会讲出 这个 120年 150年 这种字 所以 百年估计 这百年也不能当真 对不对 好 因为他说都没有那么久 那 他 出版就立刻成了风暴 然后那个 那一个经纪人 就拿了这四本 他前面的四本书 去找了美国的 著版社 Hub and Roll 那 Hub and Roll 就觉得这书有点意思 愿意拿下来 可是 这个 这个 四本书 合起来 他只愿意预付 1500块美金的本税 所以 也就是 也就是 也没怎么看好 而且那四本书 实际上根本也没出 那四本书 出的时间都在百年估计之后 但百年估计 这个 因为在 中南美洲 在欧洲引起的风暴 美国也觉得 这是一件大事 所以找了 Gregory Rebasa 这是一个有名的翻译家 来翻译 所以这个书是一直到1970年来出版 那1970年在 在英语世界 而且当然它已经影响很大了 这个讲是他在阿根廷出版那时候 这个 这个其实也是 上面那个艾莉说的 这句话 上次韦雄也有说 不过比较准确的版本是长这样 他意思是说 他说工人读他 这个家里面的那个管家 或者是用人也读他 教授们也读他 甚至连妓女也读他 他说 这个 一个小说家 叫Francisco Goldman 他说他在 哥伦比亚的一个沿海的 一个 一个妓院 Botero 一个妓院 就看到 那个书子摆在 那个妓院的床 头的桌子上 所以 禁阅读他 也就是在 在这个书 在当时出版的时候 在中南美洲 是引起了一个风暴 大量的这个 这个 这个阅读 那70年代他已经很少了英美各国 现代作家 就是像鲁西迪 像 尼尔盖 后来的村上村树 其实都受了这个 马奎斯的影响的 80年进到台湾 我可以想像 台湾其实一整个世代的桌子 就是或多或多都受了影响的 张大春 黄帆 洛宇君 甘耀明 大陆的作家 莫言 韓少公 余华 都是受了影响的人 他几乎 所到之处 我說他是 everything everywhere all at once 一下子 所有东西 所有的都发生了 那 这个书上 因为很出名 那80年代 我们读的时候 都是庶面相见 可是因为他变成经典 经典就进教科书了 那学生就要拿来考试 拿来考试的书就有点惨 这是我无意中 因为我在查资料的时候 我无意中看到了 这个是汉林出版社 专门出教科书跟参考书的 他的网站上有这个 两个条目 高中历史 这里面有一条 叫马奎斯 他說 哥伦比亚的马奎斯 有名作百年孤季 为 魔幻写实主义代表 在不违背现实的原则下 引进许多荒诞不禁的情节 马奎斯跟 魔幻写实主义 都另外有条文 所以你可以按下去 再去看 魔幻写实那一条 他说 魔幻写实主义 在不违背现实的原则下 引进许多荒诞不禁的情节 以哥伦比亚的马奎斯名作 百年孤季为代表 好 我 这个当时我要为 为我们当今的教育 做一点批评 批评意思是说 他很容易用一个答案 取代你的思考 就是 魔幻写实是什么东西 其实是一个 值得想 值得推就的东西 他说 引进很 不违背现实的原则下 引进荒诞不禁的情节 小朋友就记起来 然后考试就会对 可是这句话是对的吗 这句话 不是很奇怪嗎 你已经说到荒诞不禁了 荒诞不禁就是不合常理 就是违背现实的意思 然后你又要怎么不违背现实的原则下 就是你给我辨出一个东西来看看 就是你要怎么能够做到这件事 你已经说他是不合常理 然后你说他不违背现实原则 所以既然是魔幻 但我们本来讲的就是跟现实性相違 那我们要 要让他 又要在心理上完全合理 好了就冲这句话 我今天说的力气要拿来做这件事 我说我比较一下 西方也有一大堆考试 他有一大堆描述 有好一点 没好到哪里去 至少他有讲到的方法 他说他用的 我把他们这些话 我用简单的字写他了 我说他是用 A matter of fact tone 用事实陈述的口吻 来 或者用了诸多现实的细节 在他讲的底下 然后就非常好像若无其事的 去描述超现实或梦幻的元素 好了 我觉得好一点 虽然我也不满意 我觉得那这样又如何呢 所以我说用这个来解释 这个梦幻写实的根源 我觉得是不够的 所以我们从这个 当时的梦幻写实这个字 也是评论家用在他们身上 这几个作者 我刚刚讲的 拉丁美洲文学爆炸的这些人 当然有好几个人 都已经用到了这个技法 马奎斯是最华丽的一个 但是他用了这个技法的时候 他们其实都不 都没有这个字眼的 没有魔幻写实这个字眼 魔幻写实这个字 原来是20年代 对德国的一个绘画的 一个流派的描述 但他们当然拿来用 也觉得可以做某种解释 那我想花个力气说 魔幻写实到底是什么东西 在什么时刻它变得可能 我觉得值得 我们花个力气来讨论它 因为这有助于理解这本书 也有助于理解它和我们现实的关系 让我从百年古籍里面的 第一个鬼讲起 这个鬼大概就开场第二章 百年古籍出现的第一个鬼 这鬼是有来历的 小说一开始不是讲了这个主人翁 第一代这个主人翁 何希阿尔卡迪欧伯恩蒂雅 他跟他的 他后来结婚的那个老婆 其实是他的青梅竹马 而且是个cousin 他其实是个 是一个亲戚 是一个表兄妹 所以家族这样子的 这样子的近亲的通婚 过去也有历史 因为他们是一个很封闭的社会 很封闭的 应该说地理条件上很封闭的城 那时候还不是马康多 那这些封闭的城 可能大家都没有出远门 所以家族越来越大 家族跟家族 慢慢变成教员的亲戚 因此有了婚姻是常有的事 有了这样子的近亲的婚姻 有时候会产下不太健全的后代 所以他里面那位讲说 生下一个小孩有猪尾巴 故事一开始有这个 结束的时候还有一个 所以书里面有两个猪尾巴 那个猪尾巴 害得他每天都穿一个很宽大的裤子 他不愿意把身体露出来 那有一个屠夫朋友说 我可以帮你忙 我把他抖掉了 就把他 可以帮你把它切掉 结果砍掉之后 就留学过都死掉了 所以家族对这个事耿耿于怀 所以一开始是想劝阻他们不要结婚 但因为他们感情太好了 因为从小一起长大 所以最后也没办法劝阻 那他们结了婚 那家族又给这个老婆就很多的恐吓 就说你可能会生一个蜥蜴出来 会生一个怪物出来 这样 所以就积极的 积极吗 就是要discourage 要尽量想办法 要让他们不要圆房 结婚就算了 但你们别圆房 所以 这个 Arcadio Bondia 这位 这个 这个 雪庆 方刚 这个 这个青春正茂的新郎 是没有办法跟新娘圆房的 这个时间长达半年 那 他怎样能够 能够抵挡这个 这个 这个 年轻的丈夫 的 虚索 他用了一个帆布 做了一个非常紧的内裤 然后用皮革把它绑起来 最后前面再加一块金属板 这就是一个征操袋 所以 每天晚上 先生都试着想要圆房 然后最后就变成扭打 然后就每天最后就变成运动 所以 这样子有一个长期的运动 然后一段时间之后 因为都没有 都没有生产的消息 村子里 然后就开始有一些闲言闲语 那 这是中南美洲的特色 对不对 这个 男性可能是 想一些 空虚不重要的计划 或者是 或者是 談一点政治 要不然就去斗鸡 所以 所有的田里的工作 家里的工作 都是女性做的嘛 这个是 你所看到的那个社会的 大致的倾向 所以这个 先生当然也是去斗鸡的人 然后斗鸡 他打赢了 就把对方给打败了 那对方输了 就一面 嘴里就 不甘不敬的说的话 因为你公鸡很强嘛 他说 希望公鸡 可以帮 帮少夫人一点忙 意思是说 你不行嘛 你是一个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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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无能之人 那你家的公鸡 比较厉害 公鸡可以 可以 可以为你代劳 让少夫人 幸福一点 这是一个五路 这个五路在那个时代 这所谓的那个时代 指的可能是 按照时间 虽然书都没有明确的时间 当然有事件嘛 所以你可以对照 这个时间可能是在18 二几年的样子 那 这是故事的起点 我说 不写时间 其实都是厉害的作家的 自我认识 因为不写时间 永远就不会落伍 因为你任何时间看他 他都是那个样子 那这 这本书 按照那个时间 19世纪的上半 这样子的五路 那 这个男性 这个 Bendia 就跟这个对手说 你在这里等着 你回家拿武器 因为我要杀死你 他就回去拿一只长矛来 然后这个长矛 就射穿了这个 这个五路他的 这个叫 这个叫阿奇勒 阿奇勒 那 他就杀了他 然后 杀了他 人家在处理那个尸体 这个阿奇勒的家人在哭的时候 他就回家了 回家就 他太太正在 穿那条裤子 针嘲裤 他就把那个毛 指着他太太说 这个 你把他脱掉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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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们 如果生了蜥蜴 我们就养蜥蜴 但至少村子里不会有人在因为这个事而死亡 那 他就圆房了 那后来当然也就有了 有了小孩 但因为他因为这个缘故 杀了一个人 他说 在那个时代 这样子杀人并没有犯法 因为你被侮辱 而且这是公平的 决斗 但是 毕竟一个人 就是 虽然说了句无辱的话 也 平常也是个好邻居 也不是有一个很大的恶意 所以他们可能 这个良心都受了 谴责 所以到了晚上 有一个晚上 这个乌苏拉这个太太 到院子里去拿水 就看到 那个鬼 看到这个死掉的 这个鬼 站在那里 在沼水 要去洗他的喉咙 被刺磚的那个张口 那 他就这样讲 他说他面色如土 就是 就是 死了以后 通常气色不太好 然后呢 表现很哀伤 因为他其实没有 没有准备的嘛 没有计划要死 所以 所以有点哀伤 事实上很多事都还很 很眷恋 然后又觉得 有个伤口不好看 所以他一直要拿个东西 遮住他那个伤口 那 这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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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太太呢 回去跟先生讲 先生就拿了长毛 跑出去 看到那个鬼 果然就站在那里 所以他就恐吓他 他说你滚回第一去 你回来几次 我就杀你几次 他回去 过一阵子 他们每一天 一走出来 院子里又看到他 在那里又看到他 然后 他跟他太太讲说 这可能只是我们 受不了良心的重担 就并不是真的有鬼 就是我们 就心理上 就觉得对不起人家 然后 可是这个鬼是不肯走 而且有一天 他鬼还跑到他的房间 来找 找水 要洗他喉咙 所以 这个 伯恩迪阿就跟太太说 那我们走好了 他要离开家乡 所以 这个鬼 就是这整个故事的起点 因为他们是走出来 离开了家乡 越过了大山 本来想去找 海边 但没有找到 他一直碰到沼泽 在沼泽 绕了几个礼拜出不来 所以只有一条路 他们是知道 就出来的那条路 但他们不要回去了 所以他们就在河边 找了一个河水很干净的地方 就在河边 就说我们在这里住下来 那这个伯恩迪阿是一个有 那个 领导气质的人 他当时 说要离开家 有三十几个年轻人跟他一起出来 所以他们 在这个 这一个 路上在这样子寻找 寻找他出路的时候 已经 人口 一路上就走很久 所以人口再增加 因为都是年轻人 就开始生小孩了 所以他们就在河边 他是一个有 有规划能力的人 就规划的一个方法建房子 让每一家人去取水的距离都一样 建了一个小镇 马康多 所以百年故伎 讲的就是这个马康多 从建成到成灭的故事 所以这个故事 这个鬼显然事关紧要 百年故伎 不是只有一个鬼 但是其实 还有一个 从头到头一直都在的鬼 而且这个鬼的意思 在我看 这个是电影的名字 但我一说 鬼其实在大部分的时候 跟恶鬼是没有关系的 就是会来侵犯你 会来无缘无故 让你产生各种災难的鬼 其实是不相干的 在大部分的社会 大部分的鬼 大部分的鬼 其实都是家人 所以 也不是你跟鬼成为家人 你的家人会变成鬼 家人会成为鬼 所以那个鬼当然就是家人 你并不需要经过冥婚 今天才有鬼的家人 你是自然而然就会有鬼的家人 因为 这个是马奎斯里面故事说的 他们在讲马康托的时候 他就说这个马康托 他太太要离家 要离开 他太太不承认这是家 他说一个地方要有亲人买骨才是家 也就是说要有鬼才是家 才是家乡 如果这个地方没有家人变为鬼 这个不是家乡 这是客浴 就只是 这只是个旅馆而已 只是个路途 中途之家 它不是一个真正的家 这个在很多民族都有 各位知道很多原住民 他那个亲人死后 是葬在屋子里头的 是葬在屋子的底下 也就是说你是跟着你的亲人在一起 跟你的祖先在一起的 你住在同一个屋子里 所以就说你一定要有 你一定要有亲人作为鬼 这才是家乡 这才是家 家就是要有人有鬼 不然就不是 我现在试着用他的逻辑来说 我说里面还有另外一个鬼 这个鬼其实不是家人 但后来变成家人 我讲的是吉普赛人 梅甲德斯 他一开始 吉普赛人是第一个 发现马康多的外来者 马康多本来是一群人 新建的 想要跟过去脱离 但是还没有任何的未来的 这样一个新的聚落 新的村庄 他有一个这样新地方 跟外界都是隔阂的 但第一个跑来的是吉普赛人 吉普赛人是做生意的人 吉普赛人每一年都会来 他们会在村子外面扎营 拿东西来演出也好 卖也好 交换也好 第一个带来就是磁铁 不是吗 那 此点因为村人都没看过 就是拿了两块铁在路上走 为什么锅子盘子都掉下来 都追着他 好 就是 就是这些 你的日常生活上用的东西 都好像要追随他而去 好像那个人是 中世纪的催堤人一样 小孩子都跟他走了 你家的锅碗瓢盆都跟他走了 你家里的柱子上面的铁钉跟螺丝 都幾乎要拔腿而出 要跟着这些人走 这个美甲德斯就是带来这些神机的人 这是一个外来者 那后来 那当然吉布寨有发现马康多 据说是听到鸟声 因为他们养鸟 所以很吵着他们找到 一开始都是外来者 一开始都是商贸的团体 就很像古时候思路上的那种商甲 他们把东方的丝绸带到罗马 把罗马的玻璃珠带到琉璃带到中国 是这样子的人 所以他里面出来了两组 有这种商贸色彩的人 一个当然就是吉布塞人 另外一群人是阿拉伯人 他们也来到了这个马康多 带着这个玻璃珠来换他们的金刚鹦鹉 他们一个特有的物种 那有一年来了 吉布塞人又来了 他们在表演消失 在表演飞毯 但是这个美甲德斯没有来 那这个博恩迪要去问这个老朋友 那他们就说 他在新加坡发高烧过世 丢到哈里 成为乌贼的食物 这个是马规斯特有的语法 他没有好好讲一句话的时候 那可是没多久 在马康多出现了第一个他的四季的疫情 就是跑来了一个失眠症 传染性的 像新冠一样 一下子就所有人都染上了 那这个 这个失眠症的 附带的 这个后果 是失忆 是你记不得东西 所以 这个 布恩迪就 很紧张 他就 一直写卡片 想要编一个百科全书 就至少要把东西记起来 桌子上要贴个字条 叫这个是桌子 这个是椅子 免得我们忘了 又发现 这个解说也不够 因为你也不知道桌子是做什么用的 所以底下要有解说 所以他就要编一个字典 在这个奋斗过程当中 他也慢慢变得困难 最后如果连桌子那个字 也不记得 那你要怎么办呢 字都不记得 连这些编转的知识 也就失去了 那个时候 就来了一个鬼 就是这个 梅甲德斯 来了 给他一个解药 我不是很确定这是什么东西 我说 他到底是这个 AZ还是 还是BNT 还是 因为他 这个 这个 Brundia喝下解药之后 脑中就清朗了 所有的记忆就回来了 看到满屋子贴的那些字条 就觉得很羞耻 然后他就讲说 他已经去过死亡国度 讲这个吉普赛人 但是 他没有办法忍受孤独 所以他重返 重返人间 不是只有这个 这个吉普赛人 他做鬼 他还回到马康多来找老朋友 所以他在 他在这里 他又 他后来又 在马康多又死一次 而且还是马康多第一个 正式的葬礼 因为马康多 刚刚建成的时候 都是年轻人 所以他们村子里 没有任何一个 没有任何一个人死过的 所以 这也是他为什么说 没有亲人买骨的地方 就不是家乡 所以他还不是家乡 因为是历史太短 但是 这个马康多第一个 把人葬下去 其实是这个回来的鬼 他又死了 又葬了 葬了之后没多久 他又变成一个透明的人 又回来了 所以他又回来 他不止一次回来 所以他死了又死 连 连 他 因为那个鬼 而离去的 那个 阿奇勒 那个阿奇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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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是还留在他原来城里头吗 他们是为了他 所以才移民 跑到马康多的吗 可是那个鬼后来也来到了马康多 因为他要找他的老朋友 所以他到处去问别的鬼 说有人看得下 那群人吗 跟着来 他已经 这个鬼已经 已经白头发了 鬼 继续 头发继续变白 他 也跟着来到了马康多 故事是这样解释的 他说他死了这么多年 相当想念活人 渴望有人陪伴 所以他是遍寻其他亡灵 问了很多其他的鬼 所以你们有没有看到那些人 这样子一点一点才找回来的 所以这个 这个 鬼与人之间 其实是有很强的 连结的 Boundage 是很深的 事实上那个梅甲德斯 其实后来 他作为一个鬼 他继续都在屋子里 从头到头还没离去 最后还不是用羊笔纸 写了一整个故事吗 这个等一下 我再来解释他的意思 所以他其实是一个 无所不在的鬼 他在这个马康多里 无所不在 至少在 在Boundage 跟他 跟乌苏拉的 这一个家庭 他们后来盖了新的房子 就在这个房子的每一个角落 都是无所不在的 每件事在发生的时候 他都在旁边 他是个见证者 这个 奥瑞里 奥瑞里亚诺 这个上校 他到时候不是 他因为跟父亲 学做了炼金术之后 他后来是 乐趣是在工作坊里面 做这个小金鱼吗 做银器 他做这些事的时候 他都在旁边 后来每一个世代 他有不同的命运的时候 这个梅甲德斯 他一直都在的 好了 因为他这里面 故事 鬼是来来去去的 这个 我自己是有感触的 我小时候鬼也是来来去去的 可是当我长大之后 因为我不信鬼之后 他们也就不信我了 鬼也就不太来了 所以我底下要讲的都是 跟我有关的鬼故事 这大概有点惨 不过 我第一个要讲的鬼故事 我因为以前都觉得太奇怪了 不好意思讲 其实是有点意思 如果我把它跟别的鬼故事摆在一起 我就觉得 其实这是有意思的故事 这是1999年的9月20日 我睡觉的时候梦见我的父亲 文字我父亲已经死了12年了 我其实也没有梦过他 我父亲过世的时候 那我也是设法很坚强 办所有的后事 我也没有掉一滴眼泪 那个时候 我父亲是在台中的榕种过世 那我半夜把他的遗体送到台北来 然后送到第一冰衣馆 不过第一冰衣馆 因为已经没有冰柜了 所以他们当时就做了某种安排 那这个 当时还没有跟我解释那个安排 因为我送到的时候半夜两三点 那那个负责接大体的人就说 你明天再来拜 那时候我第二天早上跟我哥哥一起去 因为没有冰柜 所以我们走进一个大厅 那大厅摆了幾百具尸体 每一个都是用那个沙罩盖起來 怕苍蝇 小时候那种沙罩 那当然你可以看到每一个人的脸 那你要穿过这些尸体去找你的亲人 自己亲人作为一个鬼 你没有太害怕的 但陌生人看起来就是比较稍微 所以我跟我哥哥两个一踏进去 我哥哥就惨叫一声 那我大概是明白这个意思 我就回头跟他说 那你在外面等我 他大概是被那些东西怕 吓到了 那我一个人就走到我父亲那里 那因为没有冰柜 所以他们是在胸口 太阳穴都绑了干冰了 去冰他 把那个最容易腐坏的地方 这个冰住了 那反正你得要先保存 有冰柜的时候再放冰柜 你要办 你实际上要下障 要做什么再去做他 我说我其实是一个 我是一个什么都不怕的人 但我也就没有什么 我也就没有什么 也没有别的想法 这一天我梦到了我父亲 我父亲 好像在我家的客厅里 站在那里 好像病了 没有立站直 很衰弱 脸色很不好 面色如土 跟那个Aquila一样 然后没办法讲话 只有嘶嘶嘶的声音 那 那 我又没有想过 我父亲其实并没有来过 我这个房子的 他怎么会找到这里 显然他是遍寻其他亡灵 找来的 那 我就说 你不舒服吗 我带你去看病 我就扶着他 开了家的门 走出来 发现大楼停电了 电梯是不开 电梯 只有那个 紧急照明 那就是我家的门口 然后我就只好走那个 那个 消防梯 把消防梯推开 扶着我父亲走出去 我住在15楼 所以那是一个 比较高的地方 我父亲很衰弱 我说我背你 我把他背起来 背在背上 然后 走楼梯 那个楼梯 往下看 就变成一个像 回旋梯一样 深不可测 然后底下 冒烟上来 所以那个梯是充满了烟雾 我反正就是一路往下走 我感觉到我父亲的呼吸 在我的颈部那里 我感觉到他越来越衰弱 我感觉到他在我背上 越来越轻 越来越轻 然后我就 我这样子一层一层走下去 就觉得走不完 然后就开始听到远方 有声音 有叫声 然后是哭声 然后我一开始听到 远方有哭声 一开始几个人 然后是很多人 然后就变成很大很大的 很惨的哭声 几千个人在哭嚎那种感觉 那我父亲在我背上越来越轻 然后我一直跟他讲说 你稍微喝哪一杯 我要他忍耐一下 然后我这样走 后来我就感觉他在我背上 就失去了所有的重量 然后我回头看 他就变成了一个烟雾 我听到了一声这种叹息 我回头看他 他就完全不见了 我双手空 就开始放声大哭了 他也可能是弥补 我在我父亲过世的时候 我并没有哭的原因 但是我以为这是一个巧合 我刚刚说那日期 第二天就是921了 第二天晚上921 发生的时候 我解释底下那张手 那是我的房间 我因为当时被痛 所以我睡在地上 我有一个朋友借给我 或者送给我 反正后来还没拿回去 我后来也没有还他 又丢掉了 那是一个叫做量子床垫 我因为被痛 所以我躺在地上 地震发生的时候 我这个房间是 有 各位可以看到两个书桌 因为这边有两个窗子 所以这是我的书桌 这是我太太的书桌 这中间有一个玻璃 有玻璃窗的书柜 有个大书柜 很重的书柜 然后地震发生的时候 一摇晃 我眼睛睁开 看到那个书柜在摇摆 我就在想说 我要不要起来扶住他 后来想好像不对 这个不是一个聪明的选择 然后我就看到那个书柜 就倒下来 倒在地上 那个玻璃就这样子 破碎飞起来 那我想说 那四者一一啊 所以我也没有爬起来 那我太太在床上就吓一跳 就看到我没有反应 以为我发生什么事 他就叫我 我就说已经倒了 所以我才爬起来 那时候就外面的电话 开始进来 然后我听到 这个房间外面 轻轻刚刚各种东西的声响 因为那个地震 似乎有几十秒 可是你感觉像一个司机一样 然后当然所有的柜子跑来跑去 抽屉都跑出来 然后我的各种餐具 盘子杯子就开始摔 然后眼方就听到惨叫声 然后就听到叫声 然后听到哭声 然后一个人哭 一千个人哭 然后听到巨响 可能是东兴大楼 因为我不能确定是什么东西 在台北市夜里头 然后其实是没有电的 但是远方是火光红红的 烟跟像火一样的东西 也许有火灾 因为通常地震会伴随火灾 然后那个上千个人的哀嚎 跟哭叫的声音 跟我前一天听到也是一模一样 我没办法确定 这个有没有意义 因为它正好就发生在隔天 然后它有一个相关性 但我 我因为不相信鬼 所以鬼也很少找我 但我在想说 那我的父亲呢 他到底相不相信鬼 他 我父亲是个读书人 他也是 也是不太说任何怪力乱神的事 不过我有一两次 我父亲重病 第一次是我在初一的时候 我父亲在乡下重病 送到草屯的医院 这个其实是比较少的 因为我父亲的病是比较重的 我的乡下的医院是 没有办法料理 他通常治病常常得要 得要送到台北来 送到基隆去这样 基隆是老家嘛 我们其实很少在 在草屯治他的病 但那次是紧急的送到草屯的医院 那因为住在加护病房 所以我妈妈要我去陪他 那我就到医院去 那 所谓的医院 其实是一个像 教室一样这样的长条形的屋子 一个一个的房间 所谓的加护病房 就是门口有一个红色的灯泡 所以你如果拉铃 那个灯泡会亮 那护士站就会有人过来 那并没有什么 后来我们看到那些叶克膜 呼吸器那些那些器材 在那个时代大概还没有 这个时间应该是 1968 69的时候 我父亲在医院里 大概打了针 吃了药或者是打点滴 里面有 显然有针定剂 所以他就昏昏沉沉睡了又醒 睡了又醒 所以他是没有一定时间的 我在夜里头陪着他 半夜里他醒过来了 他已经睡了一整天了 醒过了之后他就跟我 讲了一些事 他先是讲说很大很大 那我说什么都很大 他讲说一个龙虾很大 他讲他小时候在基隆 潜水捕龙虾的时候 遇见过一只很大很大的龙虾 这个我有写在我的书里头 但我只敢写他自己 我不敢写故事的部分 怕人家觉得我很奇怪 那我父亲讲了一些故事 讲了一些他小时候的事情 我父亲平常没有跟我们讲这些话的 他那时候迷流之际醒过来 突然就讲了一些他小时候的经验 讲他跟他祖父的关系 他祖父怎么教他 我自己祖父我都没见过 更不要说他的祖父 所以我是听的 这是我可能是仅有的一次 我听到我父亲讲他小时候的事 然后他又讲了一个 他讲了一个事 这就跟今天的故事有关了 他说他年轻的时候 因为他开煤矿 他是个厂长 他有时候要下山来应酬 然后他还要赶回山上去 一里头 应酬因为喝了酒 那天他喝了酒 有点醉 他拿了一个皮包 整个皮包都是钱 因为他要回去发薪水 他带着那个钱包走走走走走 在路上实在是酒意上来 不舒服累了 他就想说我在树下休息一下 他就找了一棵树 所以坐下来抱着那个皮包 休息 就睡着了 睡着睡到半夜 他听到他父亲在叫他 我的父亲的父亲在叫他 我父亲就 我的祖父 就拍我 这个爸爸的肩膀 摁摁摁摁摁摁 起来 火焰了 这个地方太危险 他起来 叫他起来 他就把他打打打 就我父亲就醒了 醒了 酒也醒了 然后发现荒郊野外 然后旁边不远处是一整片的坟墓 墓 他也吓了一跳 他觉得太危险了 因为身上都是钱 所以他赶紧包着钱 虽然是半夜 他还是上山 就回到公寮去了 到公寮去把东西放下来 然后他把衣服脱了 发现他肩上肿起来 就是被打打的肿起来 好了 我父亲跟我讲这个故事 他也没有讲说这是真的还是假的 他也没有下评语 所以他觉得这个是 是什么 他讲的时候理所当然 这个 自然而然 所以感觉他也不觉得 这是奇怪的事 我想 我现在 最近因为要想鬼故事 所以我就小说的故事 一个一个跑出来 我小说有很多鬼故事 都是理所当然 我们没有人判断 那到底是真或者假 但他就是 就是你生活的一部分 比如说我 我有学过一个故事讲我 舅舅来乡下 我们本来住在基隆 或者搬到草屯去 在那个时代这个距离是 非常遥远 我舅舅就住在台北 有一天我舅舅突然间 跑到乡下来找我们 那这当然对我们小孩子来讲很开心 因为我舅舅是一个很有趣的人 又 又慷慨 又败家 败家在大人心目中是个坏的品德 对小孩来讲是一个 多么受欢迎的一个概念 舅舅来又叫我去买沙士 请大家喝汽水 晚上要请小朋友去看电影 我们都很开心 夜里头我就听到 半夜我就醒来 我常常半夜醒来 听到大人讲的话 这也不是连续剧 但是就是 什么缘故 我就听到我 我阿姨在跟我妈妈商量说 意思就是说这个 我阿姨要叫他哥哥 舅舅是来干嘛呢 没有事突然间从台北跑来 他就开始就有点疑心 他是要来借钱吗 我妈妈说我也没有钱可以借他 好啦 那我阿姨就说明天我来问他 第二天其实是我中午 我因为我还小 所以上学只有半天我就回家了 回家的时候我就有才起床 在我们乡下也很少见 对不对 大部分都是很早起的 但他睡得比较晚 起来呢 我阿姨就给他做东西 我阿姨就鼓起勇气就问他 他说哥你这次来 是阴和贵俗 用了一个歌仔戏的台词 就是平常也不会用这样的句子 所以这是有点点 有点点 我觉得是有点挑衅意味 阴和贵俗 那我舅舅就有点脸色就不是太好 他就跟我讲说小弟你去叫妈妈来 我就去把妈妈叫来 然后我舅舅就问我妈妈说 当年妈妈下葬之后 讲是她们的妈妈 你有没有把她的假牙放进去 我妈说你为什么这个时候在问这个事 这都已经十几二十年前的事情了 她说当年要战 因为要埋葬的时候 那是战争的时候 到处找不到她的牙齿 就葬了 你问这个要干嘛 那我舅舅就说 那这样子差不多了 她说我这两个礼拜来 每天都梦见妈妈 妈妈就跟她讲说 你来的时候 吹起来跟那招来 所以我舅舅就特地 到了乡下问我妈妈说 当时葬的时候牙齿 有没有放进去 我妈妈说没有啊 要葬的时候根本找不到啊 所以我第一个 我舅舅当时就觉得 那她自己是差不多 而且这个是 而且 所以几个大人就在那里 就很 就很哀伤 講得有点 有点难过说 哎呀妈妈这些年来 都没有牙齿 好 而且我也没有看到 任何一个鬼 这都是 她 她们的讨论 她们讨论里面包含一个鬼 这鬼是一个亲人 一个家人 大家也理所当然 也没有人判断说 这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 还是佛洛伊德 可以解释 没有的 那就是一个存在 事实上我舅舅回去之后 也没有立刻就走了 她又活了好多年 所以她真正走的时候 也没有再问起假牙的事 但有这个事情 我自己还碰过各式各样的事 有一个故事也值得 我觉得值得一提 这是我小学的时候 我小学的时候 我有几个要好的朋友 我其中有一个要好的朋友 是我们班上的班长 有一天来上学 她这个脸色不好 然后下了课 我们当然就在一起 她说我就问她怎么了 她说昨天晚上她的小淑 满街了 她小淑过时了 我们大家都有点意外 因为她小淑还年轻 而且我去她家 所以也都见过 我这个同学就跟我讲 她说昨天她放学 那大概是五年级的事情 所以放学有补习了 所以补习完 回家的路上 天已经快黑了 她回到 她在村下 她住的那一个庄的门口 就遇见她的小淑 小淑牵着牛 戴着斗笠 头滴滴的走出来 她就跑去叫她 阿姐阿姐 你要去哪里 她说她要去种田 她去下田 我同学就很奇怪 天都要黑了 你现在去种田 而且平常这个淑淑是 爱打四色牌 最不愿意下田的人 家里头常常骂她的 阿嬷常常骂她 她就跟她 叔叔说你这么打拼 叔叔就跟她说你也要打拼 有一个道德教训 我这个同学就回家 那进到家里 四合院 四合院已经白布围起来 然后灯光很亮 走进去 她的叔叔 躺在那个木板上 家人都在哭 因为在开始在办丧事 她的叔叔 赌博输了 那天上吊自杀了 那她就跟她爸爸讲说 她刚才在整个高 遇到那个叔叔 就被她父亲打了一个耳光 所以我那个班长就很委屈 第二天就跟我讲说 我就是在路上碰到她 所以这些事 我说在我生长的那个农业时代 对不起 有些故事我就不说了 我同学跟我讲那些事 我好像也没有 我也没有特别去想说 我到底该相信或者不信 因为那个理所当然 因为我们身边 每天都是这样的故事 每个人家里都有一点鬼 都有一点鬼故事 当然大部分时候都是 都是转述而来 不过也有好几个人 他们是亲身经历 所以我说 我其实不知道有什么意思 我在那个时候 我现在回想 如果我要回想 我想他也没有怀疑过 比如我同学说 他在路上遇见他的叔叔的事 我也觉得 我那个时候也没有任何 能力或者其他的心思 会怀疑这个事 或者反对这个事 直到我受了教育 没有知识之后 才跟鬼断了音讯 才跟鬼断了音讯 对不对 有这么一段时间 那些鬼一直都在我们的 生活周边的 这个最后我要回去 马格尼斯那里讲他的 生平 今天我要花一个力气 解释说 其实每一个形式 是有他的 道理的 或者方法的 他 特别是那两个 那个相违背的概念 我刚刚讲说 荒诞不经 又要不为现实 那个考试要考这样 这句话到底要如何可能 那我就想找一个例子 我发现其实是有例子 这个例子 是 这个例子是 在日本出来的妖怪推理 各位知道我是个推理小说迷吗 推理其实 是一个 从19世纪开始 一个社会 有一个相当程度的理性主义 理性主义 加上法律上的 所谓的Dual Process 的Concept 也就是说 法律上 要求一切的定罪要有证据 这件事开始 才有推理可言 不然的话你如果只要正义 没有推理是没有关系的 如果你夜里睡觉 包工睡觉的时候 有人来偷梦 说他被杀了 包工起来就明白了一切了 他为什么要推理呢 那个嫌犯找来 如果他还不承认 那就把屋盆拿出来 那屋盆就开始讲说的故事 真相也就大白了 你并不需要推理 因为那不需要证据 不需要证据 正义也可以伸张的 如果你知道正义所在的话 西方的理性主义 后来是相信没有人知道 真正的正义为何 所以我们需要 所以我们需要形式上 要能够证明 所以我们才需要证据 如果因为你要证据 那你才需要推理 如果你只是要答案 用打的也可以 行求不是有把就一个答案打出来了吗 所以推理小说的前提就是 就是要有一个理性主义做基础 那如果有理性主义 那第一件事情 推理小说有 以前Rona Knox 写的推理小说的十大准则 第一件事情就是不能有鬼 你鬼来了 就把这整个的物理原则给破坏了 那你要如何能推理呢 他不是说不能有鬼 他也说不能有Chinaman 中国人也不可以的 因为当时在西方的文学里面 华人是一个奇怪的存在 所以他们神秘不可解 也就不能拿来作为推理的对象 那 可是 在日本 出现了一个 以荆棘夏宴为首的 一个创造 他做出了一个妖怪推理 就是那个推理小说里面有妖怪 而且那个妖怪必须成为 在这个里面推理的要素的一部分 你必须完完全全可以用理性的概念 来料理这件事 那我说如果叫妖怪 他就已经没有物理邏輯可言 那你要如何推理呢 那荆棘夏宴當然写了一系列小说 很多 白鬼夜行系列 现在大概七本或者八本 第一本出来就是孤祸鸟之下 他做了一个示范 他用了非常复杂的 的概念 他用了精神分析 他用了民俗学 他用了就是 譬如说你如果是 你如果是一个 你如果是一个精神病患 你描述的世界或你相信的世界 即可跟其他人感受的世界是不同的 所以那个主观的情境 有可能是变成一个客观事实 客观上那个人主观有可能这样想 这两重合起来 这个推理就变成可能 所以 你都不可能在某些人身上 有可能 因为他在某一个情境底下 有可能会看到别人所看不见的事 包括我拿这个孤祸鸟之下 来做例子 但是推理小说很难讲 因为推理小说就是不能讲 發生什么事对不对 因为讲了你就失去了阅读的乐趣 所以你只能讲个头 其他都不能讲 其他就要大家自己去找来看 那 孤祸鸟是日本的妖怪的一种 它们妖跟鬼不太分的 这是白鬼夜行的图的其中一个 这个叫福布妹 福布妹就是孤祸鸟 或者写成蚕女 生蚕的女人 画的时候是画成这样 上半身是个女人 下半身流血 衣服染血 抱着一个小孩 这个孤祸鸟 原来是中国神话里面的东西 在日本转化变成一个 就在这个日本的 妖怪的理论系统里面 或民俗学的系统里面 这个 这个 福布妹是由男产而死的孕妇 这个幻化而成 因为他生产不成功 然后变成了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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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死去的人 这个死去的人有怨念 他的遗憾是没有小孩 或者小孩失去了 所以这个妖怪的特质是 会在街上 会抱着一个小孩哭 这是他哀伤的部分 然后他会去偷人家的小孩 这是妖怪的 显示出来的效果 或者也有一说是说 他会抱着小孩在路边 要兜售 要卖小孩 所以画的时候都是画成 抱着胎儿披头散法 满身血污的状态 夜晚出现的道路旁哭泣 所以妖怪 在这里看 有意义的 妖怪不是一个个体 他有什么性格 有什么不是的 每一个妖怪都有一个功能 有一个概念 所以这个妖怪是个概念 对不对 他实际上是一个遗憾 变成的力量 非物质力量 所以妖怪跟鬼似乎有点不同 虽然他都是叫做白鬼夜行 就是说妖怪对应一个概念 对应一个状态 鬼魂对应一个具体的人 你的家人或者别人 小说里讲说 以前这个无不妹 男产而死的女性是多的 所以那个在社会里面 知道有这样子的遗憾 跟路上碰到一个这样的鬼 这对村子里来讲 大家是熟悉的 到了现代社会 如果再有无不妹出现 就比较奇怪了 因为 以现在的生产时的风险已经降低 现代人对妖怪的感觉也消失了 本来是你日常失误 慢慢的就不寻常了 而且现在交通这么坏 鬼也很难生存 不好移动 所以他说这个本来是社会共通的认识项目 就在现代生活里消失了 OK 这个是 这是经济下岸的解释 他也讲到 他里面讲的一堆妖怪 比如讲到日本有一种 有一种妖怪叫做夫同子 外面看起来是一个红脸的小孩 通常你自己看不见 都是你邻居看见的时候 有个小孩跑到你家去 然后他就在你家住下来 那个人一住下来 你家就要发了 就开始做什么生意都成功 直到有一天 又有你的邻居 有人看到有个小孩离开你家 那就是你家要败落的时候 所以做夫同子 是使一个家庭 兴旺或衰退的主要的原因 这个当然我们现在也可以解释 显然这个也是 在古时候我们不知道 社会动力原理 不知道谁会有钱 谁不会有钱 有个家庭突然间慢慢变富裕了 富裕了一阵子 后来他又消失了 这件事让我们可以理解 为什么你的邻居比你有钱 后来为什么又出事了 那我要说这样的例子的原因 这个也许我就 我就跳过去了 因为这故事一开始就是 因为有一个人怀胎二十个月没有生产 所以大家才开始去想这是怎么回事 然后才开始追到 比这个妖怪更复杂的事 我要借这个赫曼赫赛的一段话 来解释我们现在的处境 可能不是我们现在 至少是我前半段生涯的处境 也适合来解释马奎斯 他说在某一个时间点 有一整个世代的人 会被夹在两个时代当中 有一部分的时代已经走到 工业社会好了 或者生产力释放的社会 还有一个时代在一个很古老很安静 很不太变动的恒定的一个社会 他说你夹在两个世代 两个生活风格之间 因此无所适从 失去了所有的理所当然 风俗习惯 安全感 跟天生无邪 这是赫曼赫赛在 荒野之道里面说的话 那我说他所说的这两个时代 也可能是工业化的进程 工业化的进程 不要说在不同的国家是不同的进度 在同一个国家里头 其实也是不同的进度 在城乡之间他其实有差异 你有可能一半的社会 已经来到了一个新的认识 也就是那个妖怪跟鬼头 退去的社会 还有一半还在那个 妖怪跟鬼头在你身边的 那样的一个社会 那是你的日常 所以那是同一个社会的两个时间 也有可能同一个时代的两个社会 就是国家跟国家之间 他会生活在不同的时间 这也是你有可能在旅行的时候 会看见那个时间落差的那一面 那这也解释了 为什么某些先进的国家 他来到另外一个地方旅行的时候 他会有优越感 因为他像是一个未来来的人一样 因为他知道很多 这个社会以后要发生的事 因为他社会已经发生了 那他大概也有可能是两套不同的语言 跟两套不同的语言背后的故事 这是马奎斯 这个写故事里面 他对他的 自己的 被称为魔幻写实 他自己是不承认的 也不再承认这个字 他提到这样的话 他说 他读卡夫卡的 蛻变 变形记 就是那个青年 那个事物员一觉醒来 变成一只大虫 这个事变成一个 变成一个 一个甲虫 这个事 他说见鬼了 我外婆就是这样说故事 你如果看所有之下 都一再提到 那个马奎斯的外婆 对他的影响 马奎斯生下来之后 他母亲把他放在外祖父 外祖母家里 他跟先生是到外地区工作 他在外祖父家里 那个大房子里长大 他说受两个事影响 一个是他的外祖父每天都在讲他当年的 千日战争的故事 自由派跟保守派打仗的故事 另外一个就是他外婆讲故事 他外婆讲故事 好了 他外婆讲故事的特色 好 假如我可以这样说 这个是 我把那句话找出来 这个是 这个是马奎斯的朋友 Mendoza 为他写的 这个他们和谐 表示 就是要解释 他这是马奎斯的晚年 就回顾 那个 马奎斯的写作生平 他都讲他 外祖母对他的影响 他说外祖母掌管这个家 他说 Gabriel日后将会回想起来 好了 这个也用的是马奎斯的巨型 对不对 这是一栋 擴大而古老的建筑 有一个院子 每到炎热难当的夜晚 会飘出茉莉花的震震幽香 还有 房子很大 还有很多的房间 有时候可以听到 亡灵在里面 轻声叹息 他讲说他的祖母 他的外祖母来自于 瓜西拉 那是一个满是 炙热沙地的半岛 印第安人走失犯 无失比比皆是 底下这句话就很重要了 他说对外祖母来说 生者与死者之间 没有明确的界限 鬼怪神奇的故事 一经他娓娓道来 便轻松平常 仿佛聊家常事的 后面讲说 后来他渐渐老了 眼睛也失明了 他的外祖母 那条生者跟死者的界限 也就越来越脆弱了 所以最后 他是一面跟死人讲着话 倾听他们的怨言 叹息跟哭声 一面结束了自己的生命 所以他外祖母是那个时代 就是 那个鬼就在你旁边 日常生活 他理所当然 他讲起 因为生者跟死者界限很模糊 昨天是你的亲人 今天他离开 但跟你还是很接近的 这是外祖母说故事 所以我父亲跟我说故事 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刻意强调说 我要讲一个鬼故事 或者说这是一个鬼故事 不是鬼故事 他的父亲已经过世了 但夜里头仍然会来提醒他 说很危险 赶快起来 他也就作为一个 这个儿子 他赶紧起来 然后就 照着父亲的话回去 去做 因为鬼跟人距离太近了 所以他衣服脱下来的时候 他的手已经肿起来 但我也不是不可以用一些 更物理的解释 就是说他搞不好他睡觉的时候 他就已经压伤了自己 或者是摔了 跟那个梦相结合 那说不定是那个痛 引发了这个梦 颠倒过来 而不是这个梦引发了那个痛 那 这个是卡布卡说的 他说他 读到卡布卡的蜕变的时候 他说见鬼人 我外婆就是这样说话的 然后他就说 他说 In the flash 电光石火之间 I realize 我明白了 我一定要用我 这个祖母 这个说她的故事的方式 来说故事 Starting from the afternoon When the boy is taken by his father to discover eyes to discover eyes 这就是这个 百眠古籍的第一句话 第一句话说 很多年以后 当这个 这个 奥瑞 李奥阿诺 上校在面对 Filing Squad 面对这个行刑队的时候 他将会一起 他的父亲 带他去 我们等一下要解释那个翻译 去看兵的那个遥远的下午 这是小说 《开中民意》的第一句话 这也是让全世界震撼的第一句话 就是你没有想过 有一个句子里头包含了三个时间 一口去 这个说话者显然是一个全知者 预言者 他知道了未来一切所有的事 他会说多年以后 这个上校 面对行刑队 行刑队要开枪之前 那是死前的伊萨娜 死前的伊萨娜 虽然后来他没死了 死前的伊萨娜 你的一生都会回复 对不对 都会快速的从你来说闪过 其中闪的镜头就是他的父亲 带他去找 等下这个找有点 冰块的那一个下午 好 我要解释 这一句就是震撼全世界的小说的开场 他说 Many years later as he faced the firing squad 行刑队 Colonel Aureliano Buendia was to remember that distant afternoon when his father took him to discover 伊萨娜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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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娜 许多年后 博恩蒂雅上校在面对执行枪杰的部队那一刻 誓起了父亲带他去见识冰块的那个遥远舞后 另外 杨奈东的一本 许多年后 当Bondia上校面对行刑枪队时 他会誓起他父亲带他去找冰块的那个遥远下午 多年后 Aureliano Buendia上校面对枪毙行刑队 将会想起父亲带他去找冰块的那个下午 兩個人用的找 一个人用的见识 我说关键在于discover eyes discover是从无知到有知 是一个发现的过程 是了解的过程 这是另外一个人花了很多力气解释 马奎斯书的翻译 这个人也是后来马奎斯的一个英文译者 英文译者第一本书 这个百年孤集是Gregory Barbosa Eid 然后后来这个爱在瘟疫蔓延时 就是这个Edith Grossman Eid Edith Grossman他曾经出了一本书 叫Why Translation Matters 为什么翻译那么重要 那他意思是 有点像我刚刚最早说的 我们说了解一本书其实不可能 但我们可以summon 我们可以召集我们全身的力量 试着去逼近一本书 他的概念有点相似 翻译其实是不可能的 因为两个语境其实没有完全一样 但是翻译者至少还是把一个东西 传递到了另外一个语言 他接触了更多的人 那这个部分就是说 每一个句子它都隐藏了这样的可能性 就对马康多来说 这个爱石是他们第一次的发现 所以他们当第一次 他那个 吉普赛人把那个冰块拿出来的时候 其他的小孩就问 这个 那个 博恩迪阿那个老先生 说那是什么 他因为他不知道 所以他只好像我一样 就是用全身的力气 集合在一起 就说猜 他说这是世界最大的钻石 那吉普赛人跟他说不是 那是冰块 然后 他想去摸那个冰块 他说摸那个冰块还要五块钱 所以你只好再给五里拉 然后他就 给了钱叫小孩子去摸 他给小孩子教育 小孩子去摸的时候 砰 立刻就收回来 说好烫 我们在面对心不知的东西的状态 所以他为什么用discover 所以他其实是有原因的 有一个情境 说明他跟这个世界毫不相通 所以对世界来说冰块是已知 但对马康多居民来说 冰块是个新发现 所以这里面有个旧事实跟新事实 在同一个时代里被并存 被并沉 discover这个字描绘了他的时间的落差 所以我要说 如果把两个时间里面的理所当然的事实写在一起 你就会得到魔幻写实 上一个时间 因为他跟现在不相同 所以他看起来是魔幻的 下一个时间 你用正常语言叙述的 那个现在就是写实的那一部分 所以魔幻写实 你把相信鬼的人跟不信鬼的人写在一起 你也就得到魔幻写实 好了 我一面说他一面说这是我自己的悲剧 我跟鬼故事相距越来越远 其实他们曾经在我身边是每天都在的 意思是说我拥有跟马奎斯同样丰富的题材 不是吗 我们都有的 我年轻的没有 在我这个年纪 那些鬼曾经在我们旁边来来去去的 我们没有意识到这是一个丰富的遗产 只有马奎斯注意到了说 我用我外出门的方式说话 马上就 那些鬼就变得理所当然了 就一点都不违和了 他就不会违于现实 因为那是当时的现实的一部分 那我说我的遗憾是后来读了书 我几乎变成一个无神认者 变成无神认者 就有一点困难 我有时候也会希望 有鬼来的 我在失去的亲人 我有时候也不完全 就完全释怀 我有时候也很希望他们能够给我一点点 启示 给我一点暗示 告诉我到底现在好不好 或者说 当时到底我做错了什么 我有时候也会 渴望有一点点讯息 但是我没有的 因为我不相信 所以他们也不相信我 所以我说无神认者 怎么能够祈求神迹呢 因为你们的神 他们的神 这些神奇我都不熟啊 所以彼岸的吉然 也是我应得的报应 各位这是我2017年写的一首诗 不 这个大家不要看 里面就是我说 我有时候渴望一些讯息 但那些讯息是不会来的 因为你是个无神认者 所以这些神鬼不会来的 那我虽然时间已经没有了 可是我还花一点力气 让我讲一点星辰马康多好嘛 这个是他的翻译者 那个Gregory Rabasa说的话 他说 我翻译过 我们刚刚讲的 这个就是备战宅子的这个作者 就是那个 拉丁美洲大爆炸的其中一人 他说 有一个伟百科全书的一个前驱 如果你把波赫寺跟Kotazov 放在一起 You got something else 你就得到另外一种东西 因为你就得到了 Garcia Marquez 你就得到了马奎斯 当然有非常多的评论者 都会很快的告诉我们 从那里面相关 百人估计的相关事实 我们其实是看出来 那里面有一个哥伦比亚 建国的百年史在里面 被包裹在这个故事里面 那 他 可能写得更像个 神话或者预言 他把马康多 就是 无中生有造起来 那因为 新造的嘛 新造的原因 原来是为了一个鬼嘛 他想 那个鬼每天在那里纠缠不去 他也很烦 他想要离开 离开的时候他建了一个城 因为城是全新的 太新了 所以他说很多事都还没有名字 要说的时候也用手指头去指 因为是新的 他就是一个地方的起点 他跟世界其他地方都不相干 然后慢慢的 这个外部的人才开始进来 一开始是商旅 基布塞人 阿拉伯人 然后行政长官也被派来了 因为他就变成一个 政府的管辖地 火车也通了 最后外国资本主义来了 联合水果公司 这个香蕉 重香蕉的美国大的食品公司 进来了 有政治了 有内战 这个 这个 我们这位 奥雷里亚诺 上校是打过32次内战 每一战都输的 建了这个新城 马康多 他从世界完全不相同的村庄 开始有外人来 开始有接触 开始被 编户齐民 变成行政区一部分 火车进来 资本主义进来 灾难进来 一直到成 消失为止 这其实 固然你说是 哥伦比亚百年史 他其实也是人类所有的 所有的文明的历史 他都被 都可以写成一个这样的形式 我如果看他的故事发生的地方 是用这个图来看 就是用哥伦比亚来看的话 因为这个是 马圭斯长大的家乡 就是阿拉卡塔卡 他原来的家乡 就是他要逃开 阿拉卡塔卡塔卡 那个鬼的地方 顯然是在 因为他离 后面的山里面 应该是在这一带 所以他们要建成的时候 他们先越过大山 所以显然是 西亚拉、Nevada 是內华达山 然后来到这里 因为沼泽在这里 沼泽在这里 所以西边、南边都碰到沼泽 所以他们在最后 在这个地方建了成 所以这个是 马康多的由来 那新城都有一个 每一個理由的 每一個社會 每一個新城市都有理由 新城一建立 它跟外面的已經 已經有幾百年歷史 幾千年歷史的城市 它是有時間的落差的 它有一個 前現代化的社會 慢慢現代化的 那一個哀愁 那樣的一個過程 套一句我們 經濟學上說的話 所以它是一個開放 雙元性經濟社會的過渡時期 那 我可以說這是所有的 殖民史的隱喻 就是說 每一個殖民史本來都是 原來被殖民這些社會本來都是一個 尚未被發現 像冰塊一樣尚未被發現的一個自給自主的 一個經濟體 直到外部的人打破了 或者相當程度打破了 光接觸還不見得會發生 光是一個吉普賽人來賣賣東西 其實還不會發生 那我可以舉一些例子 雖然時間不多 我給大家看看這個例子 這個是 宅之中國 各位看到這是一個頂 這是一個 在 1963年 在陝西寶基 發掘出來的 一個周代 周朝的銅器 因為這個在和宅 所以被稱為和尊 這個尊的底部有 有名文的 有這個經文在這裡 有這個文字 這個文字 各位看到這裡 這四個字 我怕大家看不清楚 我給他抄一下 寫成這樣 這個寫成今天的 中文字 叫宅之中國 中間就是 一個地方 插一個旗子 是在正中間 中央的意思 這是國的 國的本字 古時候長這個樣子 後來才被框起來 有了國界 才變成那樣的國 那 宅之中國 是什麼意思呢 這個中國指的大概是 今天的洛陽 宅是定居的意思 這個城市 周朝 打了商朝 周是在一個 西邊的政權 打了商 是東邊的國家 打敗了 他就要 要屯兵 要殖民 他就讓一支隊伍 說你就在這中央的地方 住下來吧 這就是 宅之中國 所以 中國一開始 是一個 地理上 因為它是一個 在未來比較 因為 因為有中國 才有事宜 因為它是地理位置的意思 所以在這個地方 全新的 因為一個 一個政權剛成立 所以他希望去 建立一個新的城市 你們就在這個地方 住下來吧 所以這是 中國這個字的來歷 中國沒有後來那個意思 中國的後來的意思說 中國居之天下之至中 這個居 這個世界之最美 這個意思是後來的人 添加上去 所以所謂的 宅之中國就是說 在這個地方 住下來吧 所以中國就是馬康多 對不對 這是 3060年前 你就是建一個城 那把行政局搬過去 你們乖乖在這裡住下來 所以 這個例子 在台灣也發生了 對不對 建過一個中興新村 中興新村 這個 建在民國 57 建在民國47年 我第一次去是民國51年 我去的是那個城很新 因為有尷尬好 它不是台灣的任何一個鄉村 任何一個鄉村 它都有成長的過程 你開始開墾 你開始種田 你開始蓋房子 中興新村沒有這些東西 所有的天然的植物 都被挖掉的 所以沒有稻田 這個是 我講的是民國51年 各位 民國63年 我到台北的時候 台北都還有很多田 現在的忠孝東路 市段那個都還是田 國父建立館旁邊 都還是水稻田 我們曾經 都是有田的 但中興新村從第一天 就沒有田了 因為這是一個建出來的城 它是一個要做 要做 這個中央政府備份的城 它固然是一個省政府的所在地 不過它裡面隱藏著一個戰爭的概念 所以戰爭時 我還有一個備份的首都 其實 所以因為它是無中生有 它不是一個自然演進的過程 所以它一開始蓋 它就有一些想法 所以中興新村是台灣第一個 擁有地下排水系統的一個城市 是把排水鍋都建好了 才開始往上建 所以城市你看不到台灣的鄉村的痕跡的 它全部都是花園洋房 都有院子 都有禮巴 都有種花 路上的花 全部是福山花 也不是我們鄉村裡面 整個靠都是一重一重竹子 它沒有的 所有的 你沒有看到任何一個商店 但任何你的需求都是有的 因為它每一棟大樓都是辦公大樓 都是一個這個地方是民政廳 這個地方是礦野廳 它的地下室或者一樓 就是一個公務員的 公教人員的福利社 什麼都有 這個福利社就今天的全聯的由來 全聯是這樣來的 所以他們不需要招牌 因為每個單位都知道 他樓下是福利社 所以買菜到樓 拿東西去福利社拿 也不完全是金錢交易 有時候是發一張 譬如說電鍋券 那你就拿電鍋券去 福利社領一個電鍋回家 每一個月 他們都會領到幾張雪糕券 我們小孩子去中心玩的時候 我的遺葬就會帶我去 用雪糕券去換兩個雪糕 給我 給我弟弟 我們就會有一根雪糕 政府有開會的地方 有中心堂 這是一個會議中心 禮拜六 禮拜天 他就不開會了 就變成電影院 所以每一個人都發電影票 你就拿電影票去看電影 他什麼都沒有 沒有任何一個招牌 沒有任何一家店 什麼都不缺 是一個理想國 他是一個人造的城市 你如果有去過新加坡 沒有馬來西亞 你會知道有一個 他有一個新城 跟中文新春一樣 是一個行政區 叫Petrochiaia 就在吉隆坡到這個機場的路上 是憑空建起來的一個超級行政區 把所有的公務員都搬到那裡 全新建的 所以每一個建築幾乎都同樣年紀 都是新的 新的行政室 新的宿舍 新的行政政府 一樣的沒什麼商店 因為什麼都有 也都是 好 在起點上 中國或其他國 或中興新春 或Petrochiaia 都是馬康多 都是一個 剛建的新城 事情也都很新 所有東西你都要 用手指頭去指 這個是我要給大家看的 上面就是中興新春的鳥看圖 它所有的建築是長這個樣子 這其實都是個別的家庭的宿舍 底下這張圖就是吉隆坡的Petrochiaia 人工城市跟自然城市不太一樣 人工城市是很整齊的很漂亮的 自然城市都是亂長的 因為它是經過各種經濟量產生的 這是我當時寫的一篇文章的 不過這個不太重要了 我說中興新春後來不用了 因為廢省 它不用了 所以它就什麼東西都沒有變 你現在回去看 那個宿舍那個建築當然都老了 可是那一草一木樹都還在 所以新春就變古都了 這我要解釋是說古都的來歷 我有小說家朋友寫一個小說叫古都 各位可能知道 古都其實是一個對台北的一個控訴 因為它是小時候成長的地方 學校也好 它原來住過的眷村也好 現在都消失了 每一個都被殘掉 所謂你的記憶都被殘掉了 都蓋成新的東西 所以它在這一些 所謂新建的大樓的廢墟當中 哭泣說這是哪裡 這不是我成長的地方 它的對照是京都 京都是一個還 你幾年去 咖啡店在那裡 過十年去 那家咖啡店還在哪裡 那個寺廟還在那裡 那個街道還在那裡 那個格子窗還是一樣 那我要問 那為什麼台北這麼不重視它的歷史 它動不動就把它把它鏟掉呢 我猜想了 因為台北還有用 所以你會不斷更新 京都是沒用的 這才會變古都 所有會變成古都的 都是原來有用後來沒用 像台南 像鹿港 都原來有一種很特別的 經濟上 政治上的理由 但後來那個理由消失了 它就沒有足夠的經濟力量去破壞它 所以它會留下一些東西 這是古都的原因 台北因為現在活蹦亂跳 所以還有各種破壞的力量 你要留住它 就要很大很大的力氣 不是做不到 我們看到歐洲城市 老城區 新城區 就是把老城想辦法 整個城市人大家要心裡有數 老城有很多不方便 但是我們要保留它 我們就保留一小部分 跟一千年長一樣 其他地方大的地區 變成現代化的城市 你必須有這個智慧 才能做到這個事 要不然的話 光是經濟發展 就會把你所謂的記憶都破壞掉 好 這個故事裡面 當然太多了 在小說裡面 它幾乎是一個情慾形態的展覽 愛情激情欲望 淫慧亂倫 什麼都有 它裡面有一小段 就是在內戰的時候 阿兵哥就受了鼓舞要打仗 其中有一個愛他的姑姑的人 就說 打了仗 如果政府推翻了 那人可以娶他的姑姑嗎 另外一個阿兵哥說 我們要打倒神父 人就可以娶他自己的媽媽 所有的禁忌就可以 新秩序 舊秩序就可以打垮 所以馬歸斯的這個故事 其實是很厲害的 他是想辦法把所有的人 寫到了人的原型 所以我們現在這樣看 裡面的角色最重要的 當然就是第一代的 伯恩迪亞跟烏蘇拉兩個人 對不對 這兩個人其實就是一個 一個 天父 地母 父親是研究地圖 追求知識 煉金術 最後出來說 地球就可以是圓的 像一個橘子 母親是清潔房屋 做動物麵包 接受所有他的小孩生下來的私生子 那清理一切 不管哪一代的男生 留下的爛攤子 這是一個 一個女性的最 最巨大的描寫 也就是一切的母性的這個 縮影 所以 這個伯恩迪亞跟伊寬南是核心 他是創世紀型的人物 後面的六輪 都是他們身上的某一種特質 或某一種弱點的延伸 這故事裡面也花力氣寫死亡 第一個死亡其實是死掉的人 就是那個死了又死的梅甲德斯 裡面也有各式各樣的死亡的面貌 物被嚇毒而死的小雷梅蒂斯 割完而死的鋼琴祭司 被妻子槍殺的阿爾卡迪歐 就是非常非常健壯 全身都是刺青 連家門都走不進去 太壯了 這樣子的 鮮血還會流進人心道去找他的母親 死掉的時候那血流下來 十七個失聲子都被殺死了 他們都是隱形殺手的追殺 所以不管是救生或救死 他都是從現實把他昇華成神話的那樣的一個寫法 我剛剛講說 這個小說為什麼 這個是艾莉說的了 Paul艾莉說他為什麼可以這麼sexy 因為他處理情慾嘛 他為什麼可以那麼的實驗性 又在政治上激進 馬奎斯或是他同時代的 拉丁美洲作家都是疑美者 這個當然在台灣現在可能這個意思不一樣 這個是馬奎斯自己說的話 他說為什麼在文學上講世界或講美國 你們可以毫無保留我們的獨特風格 但當我們在社會要做任何的改革的時候 你就把我們當作一個落後的國家呢 你就覺得我們想的是不對的呢 你就覺得你的社會是比我更進步的呢 那所以小說裡面當然對美國沒有好感對不對 因為那是一個這個殖民帝國 清門踏湖的過程 是通過這個資本收編了他所有的村民 變成香蕉園的工人 火車開進來也完完全全是因為這個原步 不是為了要旅行 而是為了要讓資本可以進來 讓殖民地的生產可以出去 那馬奎斯跟他的 所以小說裡面 其實那32場內戰 那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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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實指的是 是哥倫比亞本身的前日戰爭 自由派跟 跟保守派的 數十年的這個糾纏 那香蕉大屠殺 那是美國 這個資本主義所帶來的一個 一個災害 那這些是 是拉丁美洲的 循環型的悲劇 即便是馬康多一個新建的 所有人都年輕人 沒有見到一場死亡的 這樣的一個城 也要1.1B的淪落 被侵入被變成政府行政區的一環 被變成資本主義收編的一環 最後煙消云散 所以這個小說當然是一個 也有很強的空宿性的我想 所以在這裡 剛才說生與死 他把那個現實寫成神話 在這裡現實是偽裝成神話 對不對 那或者是把他用 用了荒謬的卡通式的描述 你才認識真正的真實的可笑 那裡面有一段話 就講說兄弟你告訴我 你為什麼要打仗 那個人說 那我是為了那個 自由黨的 自由偉大的這個黨的理想 去打仗 另外一個人說 我 我並沒有這些偉大的理想 我只是為了自尊 因為我已經打了 我不能輸嘛 所以我去打 那 可是我這個打仗當然是有點 有點 有點 有點沒有什麼道理 可是你所打仗的那個道理 就是為了自由黨的 那個理想而打的那個道理 也是一樣的 一樣的空洞不是嗎 那 所以他是用這些 這些 這些 形態看起來 扭曲 變化 這個傳奇的 這樣子的描寫 他其實是卡通化了的 但他其實是一個 偽裝成神話的現實 講到這個香蕉大屠殺 他有一個大屠殺 幾千人在現場被殺了 屍體被用車子 一車一車再運出去 可是回到村子裡 村子裡每個人都知道 他沒看到 他不知道 這個 小說裡面大概一再寫到 詩意這個事 不過這個在歷史上其實 也不少見 對不對 我們的228也是一樣 你發生之後 其實那個社會有很長的一段時間 是沒有人提的 那個 他也是 似乎是不存在的 那 我剛剛講說 這個小說的 一開場 那第一句話 說很多年以後 這個 奧瑞利亞諾上校 面對行刑隊的時候 他將會想起 父親帶他去找 發現冰塊的 那個遙遠的下午 有沒有 包含了三個時間 對不對 一個句子 三個時間 那我們 書讀到最後 當然意識到 講多年以後這句話的人 他有可能是誰 他當然是個全知的人 他看起來像是上帝 不過 小說的最後 他也許暗示了那個人 就是吉普賽人 梅甲德斯 對不對 那 或者 小說家其實就是暗示 這個梅甲德斯 就是他自己 因為這個梅甲德斯 他已經把 這個家族一百年的故事 預先都寫好了 所以每一個故事發生 只是照著他的 預言來發聲而已 那 這裡面 有一句我覺得很重要的話 我 我用了兩個人的藝本 來大家對照一下 他說 梅甲德斯 不是照人類傳統的時間來記載 而是著眼於一個世紀發生的生活 一切同時存在在一瞬間 這個是 這是 夜俗雲的藝本 宋碧雲的藝本說 梅甲德斯 那一瞬間 那一瞬間 其實就是那個 上校面對形形對的 那一剎那 去把這整個一百年的時間 重新寫起來 好 這個小說當然是非常厲害 但是如果各位有機會去往馬魁斯 照年小說去看 看起來馬魁斯 並不是一開始就 用到摩漢寫實這樣子的小說 最代表性的在他的短篇小說裡面 有一個叫星期二的五歲時刻 講一個女性坐在火車上 來到一個小鎮 下來之後 那是中午時間 大家在五歲 然後他去到教堂 就敲那個教堂的門 要那個教堂的牧師 這個見他 但是本來那個管家說 這個牧師已經休息了 他說我一定要見他 他就出來 他說我要鑰匙 因為教堂後面是墓園 他兒子被葬在裡面 他要去看他 他兒子是前幾天去 就是有一個家庭 晚上一個老太太 聽到門口有人在開鎖的聲音 所以有小偷來 所以他就拿了槍從門口 開了一槍 就有一個人就被打死在地上 那個是個小偷 小偷也沒有人認得 所以他就被先葬在教堂裡頭 也就沒有判刑沒有做任何事 這個人來說我是他母親 這個神父當然問他說 你是怎麼教你的小孩 他為什麼會變成一個小偷 他說我的兒子是個好人 因為我有跟他說 你不能偷自己家鄉的東西 所以他得要跑到另外的村莊去偷 小偷寫得非常非常淡 非常簡單 也就是這個母親 充滿尊嚴跟驕傲的 進去給她的 作為小偷被看待被打死的 因為有沒有這個事也不知道 放了花祭拜 然後他就做了火罪就走了 這個看起來像是海明衛的小說 沒有任何其他繁複的描寫 在他還比較不華麗的時期 在百年古籍裡面不是有寫到 磁體在走的時候 其他東西都跟著磁鐵走了嗎 所以那個 那個基普賽人講了一句話 他說萬物都有他的靈魂 你只是把他喚醒而已 這是用他來解釋他自己的魔法 這些鍋碗瓢本其實都有靈魂的 然後我只是把他叫醒而已 那他的第一本小說 枯枝敗葉的開場 就是有一個 講說香蕉的車子來去之後 地上充滿了那些枯枝敗葉 那一陣風吹起來 那個枯枝敗葉就旋轉 這個呼應了他的小說的原名 叫Leaf Storm 就是這個葉子的暴風 那就是一個本來是沒有生命的事物 他寫起來像有生命一樣 我為什麼被這個開場 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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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特別有點打到的感覺 我有一年 那當然也很早了 可能90年代初吧 這個侯孝賢正要拍他的戲夢人生 然後他去大陸取景 因為他拍戲好時很長 來來去去 有一天他回來 結果有一個外國記者要來訪問他 那天平常幫那個侯孝賢做翻譯的焦雄平 有事 他就打電話給我說 這場訪問你去做翻譯好不好 那我的英文其實不太容 不太能夠擔當這樣的重任 但我也基於這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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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友情我也就去了 所以侯孝賢就開始講他在大陸拍戲的情形 他說那天搭的景 搭的也要拍一個那個那個演出布袋戲的那個場景 那個那個景也搭了 然後大家在等那個光線 結果那個那個烏雲就一直都不去 然後那個李天路說 這都要擺了 要擺擺 所以他們就在那個戲台底下 就就就就燒了香 然後就燒那個金子 就突然間來了一陣風 那個金子燒的灰 所以就做了一個小小的龍捲風 那侯孝賢就說 一切仿如天意 那個雲就開了 他們就開始拍了 這個讓我翻譯的苦不堪言 那個金子怎麼回旋 我簡直找不到合適的英文來說那個話 所以我在讀到這個庫茲佩的時候想 他們兩個是一樣的人 那我剛剛講說 馬魁斯之前是拉丁美洲作家 是夾在西班牙主流出版跟獨裁政府之間 對外他們沒有自己的口 如果沒有書沒有被西班牙出版的話 對內他們不是可以隨便寫的 因為他們政府都是獨裁政府 動不動就抓人 所以對西班牙主流出版來說 他們並不需要你去寫社會現實 他們希望你寫鄉土故事 這樣歐洲人看起來說 中南美都很可憐 這是他要的東西 那一邊是不准你批判現實的 那作家常常要流浪歐洲 譬如像Yosa 或者要重情想像力 他才有辦法得到自由 一個是到歐洲就脫離了 你的獨裁政府 你可以自由寫作 要不你就跑到想像力去 以便可以 不容易被檢查 馬奎斯是打破了這個事的人 他是創造了全盤奇幻 又直指現實的寫法 這樣一舉就掙脫了西班牙 跟屠宰政府的拘束 也就是他的這個估計的終結 但這個形勢因為太特別了 在我看 其實這個感動是只能夠一次 在這個百年估計之後 馬奎斯也沒有一本小說寫得不好的 也都很好看 但你很難重複你在看百年估計的 那一個奇特的經驗 就是怎麼小說可能這樣寫 因為這樣的華麗 是很疲乏的 是很疲倦的 是你沒辦法支撐的 它是僅有一次的輝煌 這我是今天簡單的想法跟大家說明 謝謝 謝謝 好 謝謝 洪志大哥 這麼精采的演講 做個小好結語 我們剛剛聽到的演講是 作為讀書者的大鼓 跟作為企劃說書者的祥評的綜合 這 詹先生是用他的生命在閱讀 這是我以前 我認得詹先生開始 就是說他所有的理解 都不是來自於別人的理解 而是來自於他生命第一次閱讀的 最直觀式的理解 然後他的理解一層加上一層 構成了他下一個再下一個的理解 所以他跟我們 作為一個中介者的讀書者不一樣 他是authentic reader 他是一個最純真型 最本真型的讀書者 然後作為一個planer 他是一個處處想到聽眾 跟觀眾的解說者 所以百年估計那麼一萬多公里外的 一個遙遠的小說 在詹先生今天的演講講起來 宛如就在我們的心底 宛如我們兩種意識裡面 有一種意識已經是馬康多進駐了 所以這麼精彩的演講 我們一定要請詹先生來講第一場 所以我們再次掌聲來感謝一下 詹先生今天這麼juicy的演講 謝謝大家